聊聊 女生呢 都是怎麼樣放鬆 我之前會自己一個人出國去 我還很小心 就是可能被男生就是用下面頂 或是頭 吸胸 每個女生都被桌我之外 我自己有時候 舒壓管道會想要 那個那個一下 欸?! 這個舒壓高是 還有聽不懂 好害羞喔 歡迎來到收看頻道 這是我的經紀人Miso 嗨 知道為什麼今天是Miso上陣嗎 其實本來今天這支片燒跟Yumi拍 可是Yumi呢 就是在忙碌 所以就臨時抓了我們的Miso 哈哈哈 稍微自我介紹 因為很多人應該是第一次開玩笑 大家好 我是鄉妮的經紀人Miso 我就拿下來吧 給大家看看你的容顏呢 快一點 快一點 付費解鎖 好 付費解鎖 好 記得要訂閱香香的那個 付費YP 一個月幾十塊就可以享受 啪 會有驚喜喔 對 會有驚喜喔 今天來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看被你就知道 就是 我們今天來放鬆來度假的 所以今天就是想說 聊聊 女生呢 都是怎麼樣放鬆 你平常就是覺得 喔 充滿累啊 壓力很大啊 你想放鬆 你會做哪些事情放鬆 打遊戲 打遊戲 對 真的假的 什麼的遊戲 就是打傳說 所以你平常就是 喜歡打傳說當成一個輸壓 你就很爽這樣 可是 我其實以前也很喜歡打傳說 可是後來我發現打傳說呢 就是你輸了你就會很不爽 壓力更大 對 會帶來情緒睡覺 就是你一直輸一直輸 你就覺得說 天啊 不要睡不要睡 最後就真的就都沒有睡 然後反而搞得自己更累 你會這樣嗎 還是因為你的勝率蠻高的 所以你只要打完 其實你都很好 不會 如果輸的話 會繼續上訴 上訴到就是自己贏一場 然後就睡覺 真的輸壓方式 已經持續多久了 其實蠻久了耶 大概 大概 應該有可能就不是傳說的遊戲 比較肯定 哦 反正就是打遊戲 那除了打遊戲 是怎樣的 對 就是 像出來就是 放眼鏡啊 哦 東西啊 對 對對對 我自己的話 我最放鬆的方式就是 砍海 就是 就是 也不用特別什麼行程啊 就是到一個海邊 然後吹吹海風 聞海的味道 然後聽海哭的聲音 聽 海哭的聲音 啊 海真的要哭了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放鬆 對你來說 你覺得旅遊算是一個 放鬆的事嗎 旅遊嗎 對 出去玩之類的 不一定 因為我之前會自己一個人 出國去玩 蛤 一個人 一個人 你怎麼敢 我真的就這麼敢 你不怕有爬送嗎 是不怕 但就是比較怕又變態 哦 你是一個人去過哪裡 我是去韓國 韓國應該不太會遇到變態 我覺得女生一個人去日本 他會很小心 我覺得日本變態真的蠻好 哦 對 就是 我曾經有過團體去日本 然後我們那一團就是有男有女 但女生比較多 而且女生的話就是 連那種媽媽阿姨級的也有 就是年齡很廣啦 就是大家朋友這樣一起去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日本的夜店玩 然後後來發現每個女生都有被揍鬥 就是可能被男生就是用下面頂 然後是 其胸 每個女生都被捉我之外 欸 為什麼 因為我穿的算比較辣 然後我們後來有討論這件事 因為大家就最後都很掃興的走 就覺得說就被吃汗吃豆腐的這種感覺 吃豆腐 對 被吃汗吃豆腐的感覺 然後大家就有聊 我就說欸我沒有被吃掉豆腐 然後他們最後討論就說 可能是因為他們都穿得比較保守 看起來比較好下手 看起來比較乖 就是他們真的 那真的就是像影片看到電車吃 他們就是真的就是 背貼在後面 很變態的那種感覺 還有土耳其 土耳其的男生也超變態 土耳其是你走在路上 會有人跟你聊天 好像對你很熱情 然後 所以就說那可不可以給你合照 然後就開始摸你屁股 我在土耳其就真的有被吃豆腐 我就很不爽這件事 我有上網查發現很多人都有被吃豆腐 這樣 就是那邊的男生很不遵送女生 所以日本跟土耳其 如果是女生自己去的話 千萬要小心 那還有什麼其他的書牙方式 我有個怪癖 有怪癖 TV宿 不是 是我心情不好 我會一個人就是走路 我曾經就從就是公司那裡 101 然後走回我家那裡 你家 從上去喔 對 走上去 這樣走多久 差不多快一個小時 天啊 其實台北有155分 我覺得 那就是你知道心情很不好 又想要一個人靜一靜 然後就這樣走走走 我之前曾經有過 就是很久以前台北剛有U-Bike的時候 我曾經從天母騎腳踏車騎到中山去 然後那時候也是騎了快兩個小時 可是那個就騎完很爽 就是覺得喔 有運動流汗舒服這樣 你一般只有運動 沒有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從台中來 我那時候台中沒有U-Bike 就覺得喔 台北這個好新鮮 然後一騎就想 就從天母騎到了中山 我要再騎一次嗎 現在不會了 現在就是 一定要坐健身或乳酷 然後已經回不去了 長大了 沒有辦法過以前這種平凡卜食的生活 對 我自己有時候 舒壓的管道會想要 那個那個一下 真的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舒壓的管道 就買一些小玩具啊 玩一玩這樣 你會嗎 是沒有 對 欸 這個舒壓高是 你聽過 沒有 其實聊這一段是 硬要放個騙頭 所以騙子你知道 中間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一方有紓壓嗎 沒有啊 就是玩具 我會以為是你要跟對方啊 沒有啊 我們還是要有女生的精神 怎麼可以因為想要紓壓 隨便找一個人紓壓 如果真的遇到一個很雷 那不是紓壓 是一個壓力 而且女生要懂得保護自己 就是女生很容易被閒化 以前大家都覺得說 喔 女生很八卦 其實八卦是男生 你就覺得嗎 男生超八卦的 男生就是 就是很多普姓男 就是普通且自信 可能這個女生只是看我硬 我就說 喔 這個人在倒鐵我 然後就會傳來傳去 然後就會說 欸 怎麼會有這種 奇奇怪怪的事 然後再講我們這樣 因為很多男生都 自我感覺太過於良好 對啊 可以不要這樣嗎 我真的不太懂 那就是 今天就是 很高興邀請到Miso 來跟大家聊 如何放鬆的小方式 那大家也可以分享 你們放鬆的方式呢 在底下跟我們交流 交流一下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吧 嗚呼 他等下應該就回來 還要這樣 欸欸欸欸欸 等一下他頭回來 對啊 你要手進我 寶貝 寶貝 我們去十分吧 寶貝謝謝你今天帶我出來玩 好害羞喔 哈哈哈哈 就是送那種吃的蛋糕給我 然後我吃下去之後 我就覺得有很奇怪的味道 我就嚴重懷疑說 他是不是就是 弄了一些髒東西進去 消產禮物裡收到什麼禮物會很開心 平常會穿內衣嗎 就是在家裡 我現在也沒穿 露了是哪一邊 東西半球 東西半球 欸這很厲害 那今天他露的是這邊的半球對不對 那我露的是這邊的半球 那我露的是這邊的半球 每一個男朋友都會騙我錢過 金額最少都是幾十萬起跳 大的有到千萬 才知道說他去那些應酬 其實是他中大爺 然後我的卡全部是親那些女生 他以為是要發作完 又在哭 然後我就很欣賺他 我就說怎樣可以讓你心情好一點 他說我快30 其實我就一直很怕去不到老婆 可能你嫁給我吧 我可能就會好 我就說好 那我們明天就去登記 我們明天就去登記 我呢 你這樣就做了很多 你也可以想到 你迎接的 零贏 我真的不會想到 你會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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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到